字幕提供 所以你要買一些在中間環腰綁一綁 行李帶 不行 形象很重要 在機場也有Fashion 但是一堆地拋出來的時候 全部都是黑色 你知道一定會衝過去裸夾 那些一定會看一看你 是這樣的 突然會綁上聖誕帶 那些人會怎樣想你 是否這樣 不得 對比上次新加坡的影片 人愛人望 Hello 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我有飛了 哈哈 這次我是去台北的 嘩 時隔三個月 是有多一點的餐廳開的 店舖回來了 登機閘口20 但是為什麼不見了呢 原來是這裡要轉右 上次我去新加坡的時候 就有拍到一條新起延伸出來的橋 今次我就有機會走那條橋了 我現在在新起出來的機場展望台的位置 因為原來13至22號閘口就在這邊 在疫情之前 最後一次的旅行就是去台北 拍《台北101中玩法》這個節目 然後回到香港之後就 好 好了 三年之後再次出發去台北 有什麼組呢 當然也是吃飯吧 行程的東西去到再編 回憶回來了 很久沒來過了 很久沒來過了 雖然是很久沒來過 但都沒想過要等50分鐘 才能夠到達行李的地方 而去到的時候 已經發現沒有了行李了 行李都等了不久 已經被人拿出來了 好 經過大半小時的車程 終於去到酒店那裡了 但是人算不如天算 雖然我們是3點才來到 而他說出現時是3點 不過他說房間是未預備好的 所以就決定去到處找東西吃 他就介紹了這間牛肉麵都好吃的 叫做金春法 走到過去了 發現原來星期一是不開門的 然後再看看其他朋友 傳給我的餐廳 原來很多星期一都是不開門的 結果 就決定來這間試試吧 行不行呢 因為這裡附近 只有這裡可以吃東西 希望他可以 晚上再出動 哇 相信在這裡的台灣人就不會拍的了 但是 有3年沒來過台灣 真是 哇 正啊 熟悉的畫面 Hello 今天的行程是 沒有行程 在西門町 沒有人的 隨便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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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吃著什麼 台北最高 聽說這間的鹽酥雞很好吃 試試它 哇 哇 好香喔 哇 好笑的味道 聞一下 剛剛在西門町的正門 吃了繼光香香雞 發現真的不是那麼好吃 但是來到這裡 你看看 還要是新鮮 還要熱的 原來它的蒜味 是真的有蒜頭粒的 就好像你吃鐵板餐一樣 可以加蒜 哇 最厲害的是 它的雞和杏鮑菇 炸完之後 不會乾 不會噴到喉嚨那隻 而且是濕濕的 再加上蒜粒 嘩 口很臭 但是很棒 你看看 很多手搖飲品 很久沒喝過 西門町的手搖飲品 真的是五花八門 我特意去看看 哪間排名是最高 所以我最後選了這間 聲稱是最近最紅的一間 但是當然 其實沒有什麼特別的 蜂蜜苦瓜汁 苦得來 甘甜 好喝 既然之前那天吃不到牛肉麵 第二天當然要再試試 其實去到台灣 一定會吃牛肉麵 因為香港真的吃不到台灣那種牛肉麵 有可能是因為台灣當地也有野生牛脊 所以牛肉可能比較新鮮 朋友介紹 金春飯 一個半土半肉麵 都是171盤 還有這個湯 好像很濃 真的相當相當之好吃 不是開玩笑 牛肚當然就是入味 同時就是不黏咬 今次的快閃台灣 跟上次新加坡一樣的好菜 上次就是回到來的時候 剛剛改了 不需要再在酒店 今次下機都好像不用斷測了 還不用排給綿架 要不休息一下 要不休息一下 是不是真的 似乎是 之前這裏就是牛肉麵的地方 現在已經刪了 可以直行牛肉麵 實際太好了 幾分鐘已經來到這個位置 所以你要買一些 在中間環腰綁一綁 行李帶 行李帶 不行 形象很重要 在機場有時尚 但是 他一堆扔出來的時候 全部都黑色 你知道一定會衝過去拿劫 那些一定會看一看你 那些一定會看一看你 突然綁了那些聖誕 惡特絲帶 那些人會怎樣想你 是否這樣 惡特 落地之後 跟大家報道一下 他發了訊息給大家 很快 由我下機去到行李輸送帶 那個位置 都只是10分鐘至13分鐘左右 以前這樣 行李開始來的時候 是我們五個都一起出現 咦 我這個行李 顏色跟我本身的行李是一模一樣的 是 但是尺寸是不同的 OK 因為我們本身有一個 標準的藍色 貼在這裡 我本身還有一個記型的位置 就是我自己 貼了我的名牌 這個就是我行李裡唯一的記型 相反其他人 可能會貼一些很大的貼紙 或者有些特別噁心的顏色貼紙 但我為什麼這麼奇怪呢 明明五個行李裡面 為什麼只有我一個有些不同 但又有那個色的呢 那一刻其實已經有些 覺得奇怪了 但我都拿出來看一看 是 不是我的 放上去 等到五分鐘左右 因為我有些朋友就去打Golf 那些Golf的東西 就再遲些出來 那些Golf的東西都拿出來 而其他來訪港的旅客 都出來了 然後看到 又陸續送達 去到全部送達 那些行李 你心裡怎麼想 第一件事我想 糟了 會不會是我的行李 是爆了呢 哎呀 前財新外物 但裡面有一樣東西很重要 是嗎 就是一個由我出生到現在 我都在用的枕頭 那枕頭如果我沒有了的話 我應該真的睡不著覺 那枕頭有多大 有多臭啊 我先回答一下 多大就像一個Laptop A4紙 A4紙的枕頭 有多臭 每個月都會用枕頭去洗 裡面那個 有自己的味道 所以我第一時間想 是不是會爆了 他有一個當席的空姐 他就說 我的行李好像到現在都不見了 有點擔心了 這樣 可以了等等 差不多會有的 不用擔心 但已經全部送達了 我幫你去問一問 因為他有一個行李的Tag 他會位置到你的行李 究竟有沒有相機 然後他就說 你放心吧 有相機的 更加不放心 就是可能爆了 但在那個輸送達上面 依然仍是那個銀色的行李 在轉一下 胡煮壽司 最沒有人吃的那一塊 轉到冷了 然後我就說 其實我覺得 應該會是這個人 可能拿錯了行李 這樣 但空姐說 其實每天都有幾單 但通常都是拿錯 你如果是一樣尺寸 你都會拿錯 我那個是高身的 他那個是矮身的 他就說 我覺得拿錯的機會其實不大 最後那個空姐就沒有了 他就說 那你去這邊登記吧 那我就說 其實不如這樣 直接點 你快點聯絡那個 連家這個銀職業的人 拿錯碟 看看他是不是真的拿錯了 然後他就打他 然後就說 黃先生 這邊是航空公司電話來的 我想看看 你的行李有沒有拿錯了 然後相信好免乾一起來 咦 是啊 真的錯了 然後我聽到個人說 那你快點把我的行李送回去給我 那你那個又怎樣 然後那個職員就問他 那你現在在哪裏 我現在已經在香港站了 他已經去到 我等了多久 我已經等了半個小時 而那個乘客已經去到香港站 然後那個同事就跟他說 其實不可以我們送給你 因為始終你已經拿出另外一個行李的鞋子 所以他便要那個的人 那就是 回到現場 那裏 同時間他不需要我去找他或者見面 因為他首先還要再檢查一下 究竟中間 他會不會在你盡頭開了你的行李 拿過你的東西 拿掉你的椅子 會不會 萬一 所以到了最後 我登記完之後 結果就很快到的即驅艇 輸送大 documentation 結果就遲了很久 才可以離開機場 那樣 最慘的是我家裡的鑰匙在行李箱裏面 你有沒有搞錯 你放在臉上 你真是猛成 哪有人會這樣 我背著背囊去台灣 如果我的鑰匙本身在背囊裏面 萬一我背囊被人偷了 你現在沒有了行李箱 你走的時候你應該會拿出來 即是你跟身 難道你的行李箱不跟身嗎 不是 有人試過 真的不是開玩笑 結果回不了家 我唯有聯絡家人 他們有一條後備鑰匙 又要再約他們在哪個見面給我鑰匙 你的朋友已經離你而去 有一兩個人已經忍不住了 等我這麼久 我先走了 你有什麼通知我 不過打定輸數 你也不用太擔心 你都沒有了 結果我是四點半下機去到輸送帶 那個行李就九點半送給我 送來你家 對 就送給我 但我想真的有一點報應 我其實抽到一件禮物 那個禮物就是水果公司出的一個Tag 叫做空氣Tag 那個Tag有什麼用的呢 我完全不知道有這件事 這個是用來給你放在你的行李或除新物件上 你跟他的藍牙的電話配對之後 他就可以幫你找回那些東西在哪裏 我就心想 其實我換這東西回來有什麼用呢 因為如果我用得到的話 其實就算我知道這個行李被換到柬埔寨 或者我現在還留在台灣 我其實都只是知道他在哪個位置 我都找不到那個行李 所以我交換了這個禮物之後 我就覺得 這個是我不想要的 我反而想要一些香薰蠟燭 所以我就把這個禮物送給另一個朋友 交換回香港立即回來 你當場在機場那半個小時之後 你一開你就已經知道了 有朋友還說 其實那個人好像有響鬧功能 你一按他會不停響 那人就會知道 哇 原來是這樣的東西嗎 你給了那件事 我們那班朋友裡面交換 這次真的要付出代價 你會把他跟魚交換 你會把他交換 說到那些東西 你會知道 你會也要有任何意 你會會不會 你會不會